来,八年级的同学们注意了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非常经典的节长补短的模型 在节长补短的模型中经常出现的条件 就是一个线段等于另外两条线段的和 这样子的条件就提示着你 一定要向着节长补短的方向去思考 这道题目呢告诉我们 AB等于CD等于AE又等于BC和D的加和等于2 给了两个直角求的是五边形的面积 注意这道题目啊 给的条件AE等于BC加上DE BC和DE的长度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只能知道的是ABCD和AE这三个整体 所以我们要想把2这个条件用好 我们最好用的是补短的方法 咱们可以把DE延长 使得它到点F 并且使得EF是等于BC的 然后呢咱们连接一下AC 并且连接一下AF 此时我们就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图形 我们做的是EF和BC相等 以知是AB等于AE又等于CD 所以我们会发现ABC这个三角形 和AEF这个三角形一定是全等的 既然全等了 那么此时五边形ABCD的面积 就变成了四边形ACDF的面积啊 那么此时注意我们再去连接一下AD 大家会非常开心的发现一件事情 此时三角形ADC和三角形ADF 注意三个条件 AC等于AF我们刚证过全等 CD等于DF 因为DE加EF就等于DE加BC等于CD 而AD又是一组公共边亚 所以ACD和AFD必定是全等的 既然这个四边形可以分割成两个完全相等的三角形 那么它的面积当然等于2倍的ADF的面积 ADF的面积1分之1的D是2 高还是2 ADF的面积当然就是2了 所以CAFD它的面积就是4 我们要求的五边形的面积当然也是4了 大家学会了吗 下课 下课